大家好,我是秦伟平,欢迎收看秦伟平频道,这是一系列的特别节目 中国危机大逃亡视频版,这本书一共是20个章节,有两篇序言加一篇后继 我们计划会做23篇短视频,通过把这本书作为视频的形式传递给我们海里外的一个读者 我们欢迎大家踊跃订阅我们这个秦伟平频道,我们之前在社交媒体上讲过 如果订阅用户的超过1万人呢,我们会公布30%的一个篇幅 然后订阅超过2万人呢,会有50%的篇幅 订阅超过5万人呢,我们会发送70%的篇幅 如果订阅人数超过10万人,我们会把这本书的100%所有的内容全部免费上传到这个秦伟平频道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也欢迎大家在鼓励自己的亲朋好友订阅 这样子,我们上期已经讲到这个第一篇序言,这一期呢,我们讲第二篇序言 那需要购买这本书的朋友也可以继续购买 那个Google Play是有可以直接在线购书 也可以通过发PayPal直接付款 然后还有一些是,国内如果你没有PayPal账户呢 可以发邮件到这个伟平琴1980.gmail.com呢 然后我们可以 有助理处理这个订单,告诉大家国内的一个支付方式 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 我估计这个两年后 正常情况两年后应该在网上全部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应该是讲到未来五到十年的内容 所以两年后看还是有价值 当然越早可能越好 今天这边是第二篇序言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秩序 微邦不入,乱邦不拘 秦伟平 论语泰博篇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子曰 赌信好学,守死善道 微邦不入,乱邦不拘 天下有道则险,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见焉,此也 邦无道,负且贵焉,此也 孔子说过很多话 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 未必都是对的 但这等话对于今时今日的中国 及读书人来说,可谓治理名言 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人人平等,天道除情 如果生活困苦,那是一种耻辱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的国家 等级身严,严重缺乏公平与正义 一个人不择手段得到荣华富贵 也是另外一种耻辱 微邦不入,乱邦不拘 在今天看来,可能别具一番意义 与君子不利危强之下 有一曲同工之妙 何谓微邦,何谓乱邦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 两千多个党代表盛章出席 角逐位高权重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贵之人 高官厚禄,富可敌国,此乎 就在同一天,位于南美洲的国家 哥伦比亚传出来一封数十人血书求救信 他们是一群来自浙江清田的华裔商人 当地政府刁难,并查封他们的店铺和资产 损失超过十亿元人民币 他们多年积攒了血汗钱 哥伦比亚的独销匪深国际 其政治及社会治安混乱也是有名的 这样的国家就是孔子所说的微邦 不听孔子言,吃亏在眼前 有一句古话说,富贵险中求 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去危险了国家 特别是对即将遭遇中国危机大逃亡的中国人 这绝对是一个忠告 中国即将爆发一场最近几十年来 最为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并可能会引发中国难民潮 社会动乱比经济萧条更为可怕 微邦不拘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中国到底是一个太平盛世 还是一个微邦乱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选择 对中国国情及经济社会有深刻了解的人 孔子的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忠告 如果你意识到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 包括社会动乱在内的种种不确定性 你可以离开这个你认为危险的国家 为了安全 你可以选择一个政治稳定 法治眷钱的民主国家 比如美国和加拿大 千万不要踩出狼窝又入虎穴 跑到非洲或者中东某些国家避险 这样不理智的人应该非常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或者有机会离开中国 去一个民主国家开始新的生活 不管你是移民还是难民 即使14亿人每个人都能拿出百万美元 地球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能力接纳如此之多的中国人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办法离开中国 不管是盛世还是乱邦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无道者隐 本书也有大量篇幅 介绍在国内如何避开一系列经济及社会危机的冲击 尽可能的积极采取措施 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危机大逃亡 不仅仅是逃出中国 更多的人需要在国内逃亡 幸运的是中国幅员辽阔 有足够的战略众生 让每个真心想实现自救的人 有机会渡过难关 保全心增加性命 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天下大乱之后 也有机会出来一显遵守 自家集国平天下 前提是 你得活着 在极其恶劣的社会局势下 能够活到天亮那一刻 众所周知 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老百姓没有真正的选票 不能选举自己的市长和省长 更别说国会议员和总统 再多的不满和不公 都会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 整个中国社会有如一个充满怨气的高压锅 没有多党人流执政竞争 没有选票释放压力 包括中国权贵精英在内的人 都知道风险非常高 参考基尼系数来测算 中国社会已经到了 濒临崩溃和引发暴动的高风险状态 社会的各阶层都普遍没有安全感 这是造就中国权贵及富豪阶层 近20年大幅度移民欧美热潮的 最本质的原因 是用脚投票 他们是当下中国最敏锐最精明的一个群体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中国危机大逃亡早已经悄悄上演 只是普通人后知后觉 不知道而已 事情正在起变化 以前是亿万富豪和高官子女 大幅度通过各种方式移民欧美 现在一些觉醒和警惕的中产阶级 也开始加快移民步伐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每个人移民都有自己的理由 为了追求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环境 为了呼吸更新鲜的空气 为了追求公平和自由 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等等 最重要的是 人人都需要安全感 在中国辛辛苦苦奋斗的一切 可能因为各种原因 一夜之间失去所有 更何况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 隐藏了巨大的泡沫破灭风险 有警觉的人在加快脚步 甚至争分夺秒 没感觉的人还在麻木不仁 浑浑噩噩 当然 基于人性的特点和弱点 我知道有更多的人在观望 在犹豫不决 在苦闷彷徨 十九大开会期间 即将退休的中国央行行长 朱小川突然警告 中国的明司机时刻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大新闻 这位战斗在一线的高级技术官僚 朱小川对中国经济问题理应非常了解 不像其他高级官员一样去拍 习近平十九大长篇报告的马屁 反而大声的警告经济风险 极为罕见 或许他要快要退休了 不顾一切说了一句真心话 让他自己心安 也为自己将来的历史定位 和可能要背的大黑锅喜悦 不管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中国的债务危机随时都可能全面爆发 中国的明司机时刻随时都可能到来 我和朋友调侃说 朱小川作为中国多年的金融高官 他在十九大的敏感时期 勇敢的为我这本书点赞 用实际行动为我的观点背书 如果你有机会或者有缘分看到这本书 可能会改变你的未来命运 这不光是迄今为止最为清晰 刻画未来五到十年 中国一系列危机演变过程的书 更是迄今为止最为清晰描绘 社会各阶层如何在危机来临之前 采取有效措施自救的一本 《逃亡指南手册》 佛曰 救人一命如盛造西极浮屠 我也深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归宿 今时今日的中国 且不说政治严控官员腐败 整个社会道德低下 唯利是土 金钱自伤 孝贫不孝仓 各种急功近利互相伤害 麻木暴力 即使没有在外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 引发社会政治变局 也一定会有其他的各种天灾 甚至战争降临 冥冥之中有天意 十四亿人不能自省自救 上天的惩罚迟早会到来 在这场极为恐怖的一系列中国危机中 我预测会有上千万人死伤 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寒冬将至 有些人注定看不到下一个春天 我并不具备可以预见未来的某种能力 一切是基于中国现实状况做出的合乎逻辑的推演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很多次都是泪流满面 我仿佛穿越到了几年之后的中国 看到有人失去所有 看到有人悲催死去 看到有人颠沛流离 看到有人烧杀抢掠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爱心和慈悲心的人 我爱这个世界 我爱中国 我爱天下苍生 2016年10月28日 我率领中国青年学生学者联合会代表团 应邀访问印度 并在喜马拉雅山南都的小城 达兰萨拉拜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这是我与真者达赖喇嘛第四次见面 按照佛家的说法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很有佛缘 这一次见面 我有幸与这位世界著名的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 对话长达一小时 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我心中有很多疑惑 希望听到尊者的看法 在我眼中 他早已经不是一个西藏政治领袖 而是一个真正的佛陀 在教化世人和普渡众生 藏传佛教中认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当我看到已经超过八十岁高龄的尊者 每年飞往十几个国家弘法 当我在纽约亲眼听到 亲眼听到他的非暴力美德演说 和他讲述菩提心 及千属千眼观音灌顶法会 我知道他早已经不是一个普通肉身的人 我认为他具备我们普通人完全没有的无上智慧 那次对话对我的一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一系列危机 坦白说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希望中国国泰民安 这场对话未来应该会再入史册 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八零后年轻人 和一个享誉世界的八十岁宗教领袖 我向真者达赖喇嘛 介绍了我推演出的中国危机路线图 不远将来的某一天 债务危机突然爆发 瞬间引爆金融危机 继而爆发经济危机进入经济萧条 一段时间后 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最后不可避免的引发难民危机 真者并没有说我的判断准确与否 他说 他相信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控制力 不至于爆发非常悲惨的中国难民危机 习近平先生应该顺应世界潮流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让中国拥抱宪政民主的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问题 严重 矛盾重重 应该大力弘扬爱心和慈悲心 重建道德 我知道尊者达赖喇嘛非常友善 他一直对中国政府和历届中共领导人 都给予高度评价 当时 他对习近平先生寄予厚望 他甚至认为社会底层暴力革命 最终未必能将中国带入民主进程 很有可能又是一轮血腥的历史循环 对看到这本书的人 尊者达赖喇嘛的话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他明确的指出 中国不太可能会发生难民危机 对我预测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包括经济危机及社会政治危机 没有直接评价 其中意味 让大家自己去领悟 这是专访的视频 在YouTube秦伟评频频道可以找到 有几万人已经看过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地话长达一小时 因此 因此在去年出版中国危机路线图 仅是世人后 我决定写下这本中国危机大逃亡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你看到这本书 从春秋大家孔子的那句传世名言 再到今天佛陀达赖喇嘛的点播 希望你能未雨绸缪 开展自救 让你和你爱的人 在这场危机中可以全身而退 成功实现大逃亡 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谢谢 现在我们分享到第14页 下期节目我们将会分享 第一个章节 临冬将至你可能看不到下一个春天 欢迎大家踊跃订阅我们秦伟评频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